接下来是我们2019地球大灾问 大师面对面的QA时间 那我们特别开放给我们 现场魏林宇宙的同学们 那请所有的同学们可以踊跃地提问 好 来 这边已经有同学 你家 他在短时间可能跑不到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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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 我想问陈正川老师 就是我们在灾后重建的时候 一定会给当地的灾民补助 那我们的补助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 那如果是短期的 我们大概多久之后就会停止那个补助 这个一定都是短期的 而且我们希望他真正是靠自己站起来 这个才是一个成功的重建 那一开始有一些比如说补助租金 然后有一定的生活费 但是常常那些NGO给的都比政府慷慨 而且又迅速又有效 因为政府常常要谈那个公平 所以他议算 哪些人有那个资格 然后才可以给他 然后公务人也有时候他会怕给错了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跟NGO合作 基本上都是短期的 旧级不旧穷 或者不旧常 谢谢老师 谢谢你的问题 好 来那边有同学 大家就是要训练我们的麦克风手就是了 这样轮流左右 好 站起来先自我介绍 好 我是久德的吴欣沛 然后我想要问的是 如果以台湾为例 如果我们全区同时受到重创 那抢救的优先顺序是怎么决定 激利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谈到很多重建工作要国际合作 这个不是纯粹一个地区一个地方的问题 像为什么我们的灾害 日本很关心 或是中国大陆的灾害 我们也很关心 东南亚 其实这个灾害是没有国界的 所以当你如果一个国家 特别是有一些国家更小 那他几乎快灭国了 都有可能 那这时候就要靠外来的力量 去有效的去协助 那这个平常也应该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灾害防救 跟重建的关系 这个部分现在做的还比较不够 但是绝对是因为灾害越来越大 要考虑这个问题 那不好意思 老师我可不可以想接着问一下 会不会人口比较多的地方会先优先抢救 或者是交通比较容易到的地方会先呢 有的地方当然你交通的确是没办法达到 那个时候我们在做重建的时候 都是从平地往山上走 因为不然的话都没办法过去 所以我们一定从骑山 然后往山上 但山上的原住民他们就会抱怨 你看你们汉人的命都比较值钱 都是从汉人的地区开始建 但是问题是那些桥梁你如果没有先一个一个往上做的话 研究不出来 对 机器设备车辆材料没办法进去 所以你当然是要一步一步的 有系统的去配置去解决 对 谢谢老师 我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当年你也有去参加的 没有因为这十年来其实科学进步的很快 那可能大家都听过我们符卫五号的发射 跟符卫七号的发射 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直接从太空里面 就受灾的热点 用大数据的方式很快的能够辨别出来 这是我们大概十年前没有能力做得到 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能力 另外就是在通讯系统上面 我们的四G网路现在非常发达 所以其实可以用大数据去筛选那种应急的呼救 大概热点是在什么区域 然后很快速的投入那个救灾的方式 所以这是我们科学家 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很多帮忙的地方 那大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些科技的进步 也希望说各位同学其实未来都可以参与这些 方方面面的科学研究也好 或者是社会的这个防灾的工作 其实都跟地球科学跟太空科学 跟很多的土木科学都结合在一起 非常感谢 这真的要智慧救灾啊 专业知识非常重要 好 还有同学有问题 哇 真的非常踊跃的 我是久的张智姐 然后我想问老师 如果灾情扩大 那政府的补助会不会有移动 大家对钱好在意哦 其实政府在做重建 很多是一开始有议备金 就是你年度以外有一些钱 如果有紧急要发生灾害的时候 那个钱就先用 但是政府的钱其实都要编议算 要通过立法院 所以像我们莫拉克都有特别条例 重建特别条例 编了1600多亿 那921他有921重建特别条例 编了3000多亿 其实那些钱都是 通常都是挤债的 去借的 所以将来还是要偿还的 所以你怎么去用那个钱 包括刚刚讲的灾害扩大 那当然要去做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啊 你还是要借钱或者是在延长重建的时间 然后再编更多的预算 但是这个都要依据专业的程序 跟立法的程序 跟预算的程序 才有办法去增加 这是政府的做法 因为政府不能随便乱花钱 因为这些钱都是大家纳税人的钱 谢谢你的问题 好 来 这边有 我这边有三位同学 好 你 我是高一姓戴雨 然后我想要请问就是 在产业重建的部分 因为台湾有些产业 其实跟环境有很大的关联 万一今天就是环境受到很严重的破坏 甚至有所改变的话 那我们是应该要如何重建 是改变产业还是尽可能的恢复环境 没有纯路 很辛苦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你要去恢复那个是一个大自然的问题 我们人类能够做的是极部的环境的一些改善 因为这个灾害其实类型有很多种 要看你到底是怎样的灾害 然后再看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产业的问题 这牵涉到可能是农业 观光 林木医业 那个形态的问题 或是养殖业 所以这个部分也要看他将来有没有办法去恢复 没有的话当然你要转型 比如说刚刚讲 林边嘉东以前都是淡水养殖 或者是最后淡水 盐水 参半养殖 但是因为地层下限这些问题这么严重 那最后就七项用海水养殖 那这个东西都是所谓形态的改变 偏变 人也要变 然后环境当然它也在变 所以这个是一个互动这样的一个过程 谢谢 好 那同学请举手 OK 来 帮同学传一下 谢谢 就是灾情这么惨 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 我是刚才姓班周谦宇 她说灾情这么惨中 会不会是跟过度开发有关系 以前大家都认为是过度开发的关系 的确 但是现在的灾害像莫拉克 就80%以上坍塌的地区 很多地区都是岩石森林 就是不是人为破坏的地方 那人为破坏的地方 我们要透过管理的方式 去要求 去改进 这个是比较可能 如果是气候变迁 环境造成大地 大环境的破坏 那这个就是牵涉到人类 什么共同解痕减碳 整个环境这方面共同来努力 这个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才是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你们年轻人将来要面对 要发生的一个问题 节能减碳 只有这样 不然你灾害的频率 强度就是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以前不会破坏的岩石森林 现在也破坏了 那个才是担心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透过一些比较直接的法令 不要滥啃等等 去取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的问题 张老师应该也可以补充一下 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好了 事实上像莫拉克的一次的土石流的堆积的话 大概可以到大概将近40米 但是就我们过去地球科学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台湾的山里面的土石流堆积 曾经有厚到100米以上 也就是说当次的事件 就已经超过了莫拉克本身所造成的灾害 所以这个是大自然 它本身就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很大规模的灾害 可是问题是人类的破坏环境是加速了这个破坏的重现过程 本来可能1000年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加速开垦 会让这个速率变成只有几百年 甚至几十年 所以当然不是说这么大的灾害 我们就只好经认顺应天命 而是我们也应该做一点事情 第一个是避免灾害 第二个是避免去破坏环境 造成这么大的灾害 在非常短时间就重复而发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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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没有问题 来那边 后面还有吗 我被摄影大哥遮住了 是久德 曾依林 我想请问现在有没有课程教原住民 或是在灾区的人 就是如何预防灾害 并且让他们了解危险的存在 好 原住民他们本身就有这个智慧 阿里山地区 发生那么大的乙量造成的灾害 没有一个人死亡 原住民或者是受伤 其实他们听到那个竹子断的声音 因为竹子长在都是峡谷 他们就赶快撤离了 所以虽然那个是凌晨 灾害很少 当然这个时代跟环境 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导致很多原住民的知识 我们都市的要学习 谢谢 好 待会儿回来 我是高一旺 陈品宇 我想请问当一个地区受到灾害影响 需要组合屋的帮助时 组合屋的地区选择方式是究竟重建 或者是有其他的考量 这个组合屋是短期间给他方便 因为他不是长期的建筑 地震台风来的时候 那个基础品质不会很好 所以看他的方便 尽量跟原来灾民的生活 比较接近 因为他也要上学 要工作 很多其他方面 当然永久屋也是依据这样的原则 所以这个地方完全要看地区 但是有时候像九二一地震的时候很难 很多都盖在公园 私人的土地 然后很多这个地方 有时候也是不得已的 但是基本上那个原则 临时的那个就是要临时的 不要把它变成它是永久的 那这个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就是基本上组合屋的选址 跟永久屋的选址 就是很大的不同的思考的方式 永久屋它当然要取得建造 它整个过程是比较严格的 地质 还有它的长久的使用 它就是跟我们的房子一样 要很严格 对 好 好 谢谢 谢谢 来这边 我今天的发音好勇约 来这边 对 你先站起来就知道 一定要把麦克风给你了 老师好 我是高一新邦20号陈琦 那我想问的是说 就是教育部有没有曾经考虑过 把这样的事件写在课本里面 然后让更多更多的学生知道 有这件事情来发生 而且救灾人员或者是事后的处理 是应该怎么做处理的 就是有没有曾经考虑过 应该是有 但是最近的状况我不是很了解 因为我是认为这个部分教育要多一点 因为我相信这边很多同学是今天第一次听到莫拉克灾害这么严重 都已经十年了 特别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很多外国人知道 住在台湾的人不关系 其实台湾不是很大 所以以前说重南清北 其实那个时候灾害发生 半个台湾 高雄市很多人都不知道 只要30分钟的车程 就可以到原住民地区 到屏东等等 然后那边就有很大的灾害跟环境的变化 所以这个部分是代表大家对这方面的意识 跟文化跟相互的这种事情的了解 其实教育是很重要的 应该要多教 我一直强调要认识灾害 要知道怎么去做重建 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谢谢老师 我可以做补充吗 刚刚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好 大家知道我们一个新的科学知识 要进入到课本 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吗 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 你们现在学的物理 应该是17 18世纪的物理为主 现在学的化学也差不多是 所以说一般一个知识 要进入到课本里面 经过那个重重的过程 大概要10到20年的时间 这时候我们的科技 已经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希望 透过节目制作的方式来减少 现在最前沿的知识 到教学现场的这个时间 像是莫拉克现在10周年 你们在课本里面没看到 可是我们把它做成 把这些内容 把老师们精彩的研究成果 把它做成节目 大家随时都可以上网看到 还可以帮大家做学习履历 大家将来要进入到这些学校 去做学习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子的认证 这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缩短 能够去补充我们现在课本上面 知识所缺乏的 那今天你们福气呀 对不对 得到很好的回应 以后就好好收看 感谢 就是老师前面有说到 就是在灾后会有一点 就是小小的自杀潮 那我想要请问就是 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这个自杀潮 因为有了家人过世了 还有没有家 所以孤独 其实我们这个现象 日本三一大认 那个更严重 因为他们日本人更内念 然后不会抱怨 但是其实很多闷在心里 所以这种现象 是一定会产生的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 到重建期去碰到这些灾民 你关怀他 那我也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重建会的同仁 我说要有同理心 要有爱心 因为当他们能够发泄出来 能够表达出来 其实代表是疏解了 他们内部的心里的压力 所以这个事情是 是愿意发泄出来是好的 不然的话到最后累积起来 就会产生这种情形 特别是本身 有一些人在心里上 他就有比较高的 欺世跟倾向 会发生这个事情 921的时候 因为都跑掉了 所以你很难去追踪 但是我们这一次莫拉克 吸取921基因 哪些比较有危险性 比较高的 那些人都有资料 所以一发生的时候 马上就把那些人 就进去辅导 就进去协助 就去做关怀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减少这些事情的发生 谢谢 谢谢你的问题 刚刚这个实验是做得太好了 大家没有任何的疑问 觉得就是这样 有没有跟实验相关的问题呢 来赞叹一下 我们这个实验做得太好 也是可以的 平常有机会看到 这样子的地科实验吗 第一次看到地科实验吗 对不对 是不是很好玩 好好的给老师们鼓励一下 感谢让Q是因为时间到了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 也希望大家都有很丰硕的收获 但最感谢就是我们三位 很用心的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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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